非常高興揭示法業總統先生 再次祝賀你當選塞內加爾總統 總統先生首次訪問域外國家 即到訪中國 中國表示熱烈歡迎 中國和塞內加爾是 國家發展振興道路上的朋友和夥伴 多年來 雙方一直秉持真誠友好 平等尊重 合作供應精神 開展合作 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果 匯積兩國人民 當前塞內加爾政府正在制定 塞內加爾二零五零變景 中國人民正在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 而不懈努力 中方願同塞方在實現各自現代化道路上 攜手前行 推動兩國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不斷邁上新台階 中非合作論壇是南南合作的一塊金字招牌 引領國際對非合作 為世界和平和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中賽雙方擔任共同主席國六年來 中非合作走過了不平凡的歷程 我們共同克服新冠疫情等困難 順利完成前兩屆論壇會議推出的八大行動和九項工程 推動中非關係進入新階段 塞內加爾作為第四任論壇非方共同主席國 為中非團結合作做出了重要貢獻 中非二十八億多人民不會忘記 這次峰會致力於破壞新時代中非合作新藍圖 攜手推進中非現代化 共駐高水平中非命運共同體 我願同總統先生密切協作 一道引領峰會取得圓滿成功 寫著重大便 回答 正式 放電話 作詐欺功 按照 在